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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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其實是非常關鍵 我們再繼續 像為人兵起立 我們永康物流專區的這個部分 將來只有我三年 可以讓市府的收音增加只有九千多萬 再來 銀行國中 銀行國中的部分增加更多 這些都地方陰陰期盼 離英空離北山中台的兩大建設 再來 亞太棒球村 那這三項大建設當中 我們來看國別的內容 接收 永康物轉中心其實從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規劃成都市計畫區 但是都不能營不營 最後就是市長的政見 那麼本身在地方集結在推動 這四年來都配合在地政見 開始都有一些氣息 開始都有一些靜電 來 接收 那麼銀行國中的目前為止 也是市長六位十一大重大計畫當中的其中一項 其中一項 這個部分可以解決銀行國中上下雪 上下雪 上下可不方便的地方 甚至未來的使用分枯都可以變化 結束說現階段 那些土地這段標章到非常嚴重 來 再給表面 來 繼續 亞太棒球村規劃的實質內容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內容 接下來下一項 不管是主場地 副球場 訓練場 等等 都在亞太棒球村當中 簡單的講 這三大開發案 可以連結跨區到永康跟安南區之間 是非常關鍵 但是這三個開發區當中 在未來都會一一呈現 在一一呈現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關鍵點 就是道路的開闢 有關這個道路的開票 我們看後一張 後一張這個道路的開票 我們看的 那個英空 這個物轉中心 翁伯發展這個英安路 是屬我們現階段英空區的所在 現階段差不多20米而已 它經過 經過英安橋 又經過這個東河橋 到這個史博館家 長河路之後 才可以開拓變40米的 所以頭景這裡非常地跌 非常地跌 常常會造成一些交通上的瓶頸 所以說這40米的開發 若是將來這三大開發區完成後 這40米開發的時間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們本身在這裡 要先來請教 那個地政局長 議長 議長 永康物轉中心 跟永康銀行國中央 都是貴局在主辦的業務 是 那麼就你所了解 這兩個中台的這個開發案 將來 一萬天的時間點是在當時 應該是要你差不多 差不多 七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年喔 你可以一百零五年完成是很好的 不過本身齁 跟你們所調查的資料 你們所有的資料 都是一百零六年 甚至是一百零八年到 完成這個土地表秀啦 局長 這兩個案子當中齁 就你們目前規劃的時程 都要延當到2017 甚至呢 因為作業的程序 發包的流程的延當 都有可能拖到這個2018啦 局長 這兩個開發案 對永康地區來說 是非常之關鍵啦 這兩個開發案 如果沒有辦法如期完成的話 它也會影響到永庵路的 這一個開闢的工程啦 局長 那不是 是 我們對於這個開發案 它包括都設計審議 排水計畫 西部設計等等 我們都在檢討 盡量縮減這個時程啦 嘿 嘿 我是煩惱你們的賣富期啦 來 請坐 我們請那個公務局長 欸 咱們局長齁 我們知道齁 英安局齁 是當好局這齁 將來也要一併擴寬嘛 對不對 欸 跟 國議員報告齁 這個永安路齁 永安路原來 現況是二十米 現在要拓寬 四十米 那從中正 中正路要做到 安南區的 長河路 長河路 嘿 這部分總共十一億八千萬 嘿嘿 那 市長官我都有到內政部去爭取 這個也是我們 啊爭取的怎麼樣 爭取的六項的 重要建設之一 好 那 他 最主要就是說 除了道路以外 還有兩座橋梁 那 因為你道路透過 兩倍齁 橋梁會要一併公眾 不是說十一億的經費都到位了嗎 十一億八千萬 都到位了嗎 都到位了嗎 都透過了嗎 我跟國議員報告齁 這個 因為 因為 前段 我當時爭取的時候 這前段 有一個部分 都市計劃還沒有完全公佈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這一條是很有希望 但是因為你都市計劃沒有公佈 他不能專案補制 那市長也非常幫忙 今年我們已經正式 編列規劃會2500萬 要送到議會來 所以我們本身 這麼關心的這個問題 是說 你因為都市計劃還沒完成 你生活圈的道路經費 就沒有辦法到位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他的條件是說 我們 兩個條件 就是都市計劃全部OK了 這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我們現在已經花錢 正式在規劃 包括橋梁 那零年 就是第二年 它是滾動式的 因為零年時它是滾動式 不是說 市當選的料 我們來看 這兩個議員 頂頭這裡都你的 對不對 是啊 這兩個中央區 中央區長選手 地政教業務醫學頂款 都你的 所以我們這個橋梁 包括橋梁和橋梁 這次都你的 對不對 這裡的重點是 經費有到位嗎 你才可以去哪 你今年的生活圈 這邊道路不是沒有爭取到經費嗎 不是 我跟郭委員報告 沒有爭取到經費 它 它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都市計劃還沒過 如果都市計劃過 你經費就沒問題 你的意思感到是這樣 對對對 如果是經費沒問題 那你完工的議題 差不多就要我相信當時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今年已經先編列 規劃設計會了 對 那你的暗算 完工的議題有當時 我的暗算是說 每一年減多一次 有可能是明年 如果說大家管區 工作做不去 有剩一點錢 我們就可以拿回來做 對 對 那我是在問你時間 錢 你對我說經費沒問題 對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開始設計 一年以內 經費沒有問題 我們就發包 好啦 包括道路橋樑 一年以內 好啦 那個局長 我再請教你一個 你也知道 金國 這40米的重要性 他將來連結到長河路加 對 長河路加跟近景本性 一直在在關心的 就是百萬多 百萬多 百萬多 他連結台縣 國八 台十九 台十七 可以說 新市區 英雄區 包括安南區 這三區 都可以綜合結合起來 串聯起來 對不對 對 他包括四月工業區 包括英雄工業區 英雄工業區 南科 新市是台南科工業區 都可以貫穿起來 他可以綜合二等七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條北外環 頂頂處 本市在要求的時候 是非常之關鍵 因為將市 加一級而已 到底二級 將會精出的狀況怎麼樣 跟各位報告 一級我們已經發了十一四千萬 已經完工了 那二級馬上會接著 那二級的部分 從一級 連接到二等七 那 總共四十六億 他已經 四十六億已經成立了 就是 中央已經同意了 你跟市長已經成立了 市長已經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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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出現空巨 市長已經成立了 都是用中央 rights 會抑制 市長 將來的目標不只是要到二等七 要從二等七要做到安平 四草大橋 所以他的總結會是高等 二等七我知道啦 他躺到台江大陸的躺過 躺到十七個去去嘛 現在我是來問這條 第三條的啦 要怎麼處理得好 因為你這條 如果能完成 這裡所有的道路系統 英空到這個暗南區的道路系統 新西要過暗南區 這才會完整嘛 這兩條路配合嘛 我議員報告啦 第二期跟第三期 總共合格是四十六月 這已經全出 全部全出到了 那是第二期嘛 第二期跟第三期 第二期跟第三期 四十六會包括第三期嗎 好 那如果是第三期的話 第二期跟第三期的話 他如何搭配這個四十米的施工 你做出來 原來你講的大概就是還有一條啦 就是說英空 高速往旁邊側側到 接英安家一條 對 那一條現在 沒有啦 九州公路側側到那邊比較遠了啦 那不是這裡啦 主要是這裡啦 他對面那裡 打到大點那裡而已啦 我們現在是說 還沒說到大點而已 因為英空南平而已 我們現在是說北邊民啦 北邊民這條四十米的跟整個這條 白外環 未來要怎麼接起來 這很關鍵啦 對 那個大概 它是用高速公路的聯絡道的設計 所以它是平面 那個沒有平面紅綠燈 完全是高速道路 那它所有的連接系統是用閘道的連接 對 它有一個閘道 我來講有一個閘道 長河路這裡越來越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局長你請坐啦 我跟郭議員報告啦 那個閘道的位置我會把那個設計組拿來跟你報告 你還說不出來時間點嗎 這真的是很漏的 現在來開始要做了 這第二期 第三期 現在要接下去做了 沒有啦 接下去做 我說時間點 完全的時間點啦 完全的時間 四檔啊 四檔就做台江大道啊 沒有 四檔很久耶 沒有啦 總共四十六圓耶 一檔要主行十八圓耶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期待會看得快耶 沒有啦 為什麼我們會說給他聽啦 那個教育局長請來 教育局長 請來 教育局長 那個 你知道2015我們世界少伴 大概幾月開賽嗎 在五月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那如果2017呢 大概是幾月開賽 如果再兩年的話 應該同樣大約那個時間點嘛 是不是 應該是一個routine 也是大概在五月開賽嘛 是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依照你現在的所有的經費 跟工程的時間 亞太棒球村的部分 你看 依照你們目前的規劃 你們大概什麼時候會完工啊 跟議員報告喔 一美年不會有嘛 兩千空一千里嘛 2015的這個是來不及 來不及 我知道 現在有替代方案 那2017我們現在正在加油 希望 最好能夠趕上2017 你如果要趕上2017 我們又沒有足場地啊 本身感到憂心忡忡 為什麼 上次亞利桑那州的州長來的時候 那個 貴局貴處底下 所做的這個報告 你們要完工的紀錄 是2017的第三櫃 對 從你如果連你自己的報告 在這裡 2017的第三櫃 又加上行政程序的延檔 或工程發包的延誤的話 那很可能會拖到2018呢 到時候會不會 2017我們又沒有足場地啊 局長 局長 這點請你回家好好心中 每天由家來好好要求一下 是 這點 本市主要是這樣 原因 我們看下一頁 本市認為 在沿水溪 北側的這個二三崎工程 還有包括 永安路 永安橋 東河橋 長河路一段 拓寬成40米 照顧它的時間點 不要以什麼為主 我們接下來 他應該是用目前市長極力推動的 世界哨棒的一個開賽前 要完工才對 但是呢 本市所翻閱到的 不管是永康物流中心 不管是銀行國中案 甚至剛剛吳局長所講的 永安路40米的開闢 開闢道路 他基本上 都有可能是在2017之後啊 那那個時候 我們賣年賣付 我們沒話說 我們再兩檔 這個三七 又有完沒變化 外賓會怎麼看 這城市感覺上沒有變化 局長 你請坐 所以這邊喔 本市喔 想要來請那個 市長喔 來要求一下 各局處 市民共用一個很明確的時間點 我們要打造一個棒球城市嘛 要讓外賓看的不一樣 在台南的土地嘛 應該是以比賽這個時間 提前一季 也就是說呢至少要2017的第一季 相關周邊的道路系統 都應該完成 相邊周高的開發區也應該都要完成 市長你認不認同 當然那個先感謝貴議員的指標啦 這款的目標 特地來追求啦 嗯 不如我會把貴議員跟我們所有的市民報告 我們有辦法開票 北外環道路 二級三級 在那一級之後就要來繼續 這很不容易 總經費四十六億 這也已經有下落了 那剛才貴議員所關心的 應安路突然到四十米道路 這也是台南市政府 既定的政策 我們也變兩千幾萬做幾個庭 原則上應建署署長 他也只是這個案 所以簡單說啦 這條未來開票這條道路 也應該不是問題 那第三點你太關心了 就是說 那這個亞太棒球訓練中心 是不是有辦法在2017來正式使用 這個我們可以來技術性的處理 就是說先把掃棒要使用的場地 先完成啦 2017年底是經過所有都完成 但是我們可以先優先 把掃棒的場地先處理完 先在這個場地來比賽 那至於說 有沒有辦法 包括北外環道路跟永安街拓寬 一起在2017年之前完成 這個技術上有它的不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北外環道路四十六億 四年一年要執行 這個十幾億 工廠的四工廠 本身就有它的困難在 如果北外環也不會有 最起碼四十米的英安路這條 我們可以來按審嗎 因為他們所有抽出來的這個東西 所有的台灣都是兩千空一七年 它只要多增加半年 多增加個九個月 它基本上就可能符合了市長 你要舉辦的世界哨幫之間的那個時程 這樣也不會踏到 你如果踏到車 基本上延誤的賽事 其實那也不好嘛 不是嗎 這個永安街的拓寬 我們可以來努力了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接下來一個插播題 一樣我要請教一下那個公務局 吳局長 委長 我一個插播題來請教一下 現階段 我們所有的道路 新建跟養護工程 或管線工程的發包企業當中 到底有沒有施工的時段的一個限定 施工時間 有 我們施工時間的限定什麼 每一個工程都要評估它施工的時間 然後定程合約 如果說施工時間的限定 你有沒有比照 類似像台北市、新北市在離封時間 或要求在夜間施工的這種情況底下 區分住宅區跟非住宅區啊 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的施工規範 以現在台南市來講 都已經都會行了 所以晚上施工的機會是不大 你普通 別說我們在做公共工程 連輸人類的氣勢 你大概 你大概用八點報道理要 我們就不要讓你 局長 基本上 非住宅區的地方 我們夜間施工嘛 人口密集交通流量多的地方 我們要離封時間施工嘛 我們就有一點區別了 我要來講的是 現階段 包括我們的工程 尤其是我們台南市境來 包括公路出總共的工程 我們都應該要求這樣 是怎樣 你聽本市說什麼 是怎樣 常常公算的前線 援護到交通的問題 常常發生 不管是處理第一算好 那當然不是我們的業務 那是生活當然的業務 大家一算好 常常在最下半的時間 那四天 這個叫做聲音夢 做聲恰恰 包括在最近中三南路 公算的這個工程 也是最下半的時間 離那不可以到要害 大家搭車搭到要命 結果 優惡是發生重大事故 優惡有一個歧視 驅逸 那不是這樣而已 我們將來是市長 那個撒公車路線 那個推動 不是就離那洞車 公車也會霧點啊 塞車也會嚴重啊 局長 本席要要求你 不管是市府的工程 或第五區工程處的這個工程 相關興建或者養護 都應該把它限制 限制在離封時間 限制在夜間施工 局長 這個跟國務委員報告 您講的如果是郊區 就是人口比較稀少地基 這個當然是可以 沒有啦 你也可以区分啦 局長 我可以区分啦 我不是說叫你自在區的部分 夜間施工 郊區的部分 我們要離封施工 其實啦 你聽得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知道 我知道你講的意思 其實最重要是經費到位的問題 這個不是經費到位的問題 這只是施工工程七月以頭 要求他施工的這十段限制而已 跟經費到位有什麼關係嗎 北外環 你不要分成二級做完 做三級 一起做完做二級 你一下子十段 你只要在工程當院的限制而已 我來講給你聽 現在啦 新八市人也有啦 台北市人也有限定啦 高雄也是這樣啦 多月區跟不多月區 當然是不一樣的做法 不再在工程 客業最多人 有我們也沒有 這樣啦 這點我來提醒一下 好來請坐 這個觀眾姐我們來研究 好啦 接下來齁 那個 我還有一件要補充的地方齁 那個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齁 我特別要強調下一頁的部分齁 下一頁的部分 在永康誤轉中心的部分齁 市長這一個政見非常之重要 本席這四年來齁 都跟地震局齁 極力在催生當中齁 在催生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發現永康誤轉中心 這一個 如果只是單純的一個誤轉中心齁 有比較可惜就沒有了 市長 我要特別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 現階段 英空的北山第一山這裡 車路樑啊 一天啊 七萬幾台 一天七萬幾台 一天七萬幾台 國道的巴士啊 四百六十六百啊 聽好說是全台南市車路樑 像這個 像客的地方 北山呢 銀口所是哪來哪坐 但是呢 生活是越來越不方便了 如果這個地方 哪可以除了誤轉以外 我們講來的地費地 可以配合 整個來開拓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穩鑽的這個科林性齁 包括交通局長 我也找到那一會兒 包括地政局 我也找到那一會兒 我是不是說 市長這個部分 可以 改你的政見 誤轉中心以外 更加一個客轉中心 這樣啦 附屬這個功能 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這部分我可能 要請相關的局處評估看看 好 包括地理位置 需求 還有大小各方面 可能要再評估一下 請我來報告一下 麻煩你注意你得到處理一下 哪可以 盡量有一個客轉的功能 好嗎 好 謝謝市長感謝 來接耍咧 接下來 那我們剛剛所討論的 亞太棒球村 跟包括 永康的元航國中案 以及永康的這個 物轉中心案 在這一個區域當中呢 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關鍵的地方 我們接下來 就是三甘點的這個 湯匆的問題 這個三甘點的湯匆的問題 其實說起來 在地方探討非常之久 當然過去 討論比較多的是 朱鑼塑化的保存問題 但是 從自然生態的角度 朱鑼塑化當然是重要 但是呢 如果從文化的保存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文化資產的這個保存 跟經營 不亞於這個朱鑼塑化 所以說市長的當然是 要用一個自然生態公園 的時候 我就覺得用一個文化生態公園 是非常之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 除了朱鑼塑化之外 這邊三甘點 有防空洞 這個防空洞 有十多多位 所以這個遺址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不僅 我們文化局 是列位 歷史建築 那接下來 我們再看一下 下一頁 這是三甘點的目前的神社 那目前為止呢 我知道文化局呢 基本上呢 是把它指定為這個市定古蹟 那我兩年前 就很多日本的朋友 去現場看 看很多地方 從生活看到從這陰空來 他們唯一看到這個神社的時候 開始笑起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神社 是最像神社的神社 包括 有本店 鳥居 石燈 摻道 一應俱全 差不多都有啦 所以這個神社 基本上 公開也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林百貨丁館也有神社 但是最完整 還是這一個 那同樣是神社的這一個保存 我們接下來看 另外一個地方的神社 這個地方 那個 是金瓜石的神社 那個文化局長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金瓜石的神社 他兩千空七年的時候 也被指定為古蹟嗎 那你知道他們在2007年登記為古蹟以後 他們現在最新的進展是如何 你知道嗎 金瓜石的部分 我不清楚 不過 三坎店的神社的部分 現在已經 這個 台棠本身 已經去做調查研究設計的工作了 所以他們也是預計要加速去修復 這要修復嘛 是 但是 我跟你們講說金瓜石神社的部分 其實也在台電 他們將是已經修復到什麼 我下一頁讓你看一下 目前已經修復好 而且已經辦這三神祭 金瓜神社跟三神祭 這個特展也辦得非常的成功 也辦得非常的成功 他們的交集的對象 也是變變是國營屬業 人們也會給它好 很好使 而且他比我們雜頂的四頂股機 也雜兩檔而已 我們將是到這頓 也是猶亂不頂 局長 我讓你知道一下 那 我為什麼覺得 恢復這個神社很重要 我覺得我私底下也請教過市長 市長也認同這個神社的恢復 市長的極力主張這樣子 這個神社的恢復 跟包括航空洞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很像之前 上禮拜 我跟市長去日本有嗎 去日本交流當中 我們也希望透過律師 一千秒的車 讓日本人更多人知道 日本人要來 不是跟吃東西而已 他還可以看到很多的歷史的遺址 對不對 然後這些歷史的遺址 可以看到的包括什麼 你看看過期的神社 過期的那個 將市的文學館 過期的知識館底 都可以看到 但是 跟日本發生的關係的地方 不是僅限於這個救護神區啊 你英空空洞也這麼多啊 特別是三階段這個地方啊 局長 所以呢 如果說 我們能夠把這個神社恢復 按這些歷史詞記 你才為為為好 基本上 我們如果將來 我本身一個大家建議的 強烈跟你建議的 說要出一本日本的書 你也採納了 然後現在呢 啊 那個 也出書了 這本剛好副合 剛好市長 剛好去日本的時候 也開過去 這次 過程當中 我也協助 一千秒 去做很多的採訪 啊 日本完成了 加上市長 像是 就在那裡東 的 那條航空的 航空路線 飛機航線 再加上書局文字 擠到飛機 鎖起來 日本人也很多人來 但是要給日本人來看 看的三個地方 我是認為說 不一定要限制 去救護神區而已 還有包括 我們願意的英空 這 救兵 救兵 這些歷史 這個 啊 煮散 要怎麼保存 這是非常關鍵啦 局長 這個部分 打算怎麼處理啊 呃 這個 國議員等級都關心這個議題啦 啊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一直 催促台藤 三甘疼這個信息 他是固執 黃公董實力出建築 這個部分 要維護 要守護 所以這個部員 啊 開始啟動 這個三甘疼信息 這個部分的 調查研究 所以我想應該是 濟 GU better 應該是 你動員應該就開始 要守護了 好 那個局長 基本上還有包括 Highth ia 你講你 我跟 關公角庁 跟你読張 台日之間的那個 同名車站 我說一檔阿 到整天不信不信了 同名車擔也會吸引石油 鐵道名來到這邊 這非常之重要 是啊 其實 吃醬的啦 所以類似這種 這些景點都非常之關鍵啦 接下來我是要讓你看一張 那個文化局長 表面這張是什麼 你看一下 不是啊 不是這張 這張是我 這張啦 這個是什麼 這Q張 你說看台嗎 這個 這個看台 這個看台你知道嗎 這個棒球的看台 目前是全台 唯一僅存的 糖廠棒球的看台 你知道嗎 你才知道他幾個年了 這個本文詳細的年代我不知道 我要請教這個很誠意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室 這個謝博士記者 我請教過他 這個看台 應該是建造於1930年代 算算了也八十幾歲了 台灣唯一僅存的 糖廠棒球場的看台 在台南 在永康 在三坎店 接下來我讓你看一下他的球場 這個球場 六十米塊 六十公尺 加加起來 拌好一個掃棒的這個球場 這個球場的小名 可能又超過哪裡 超過這個看台 一開始 糖廠建立的時候 就有了 那我看到這個球場 那我看到這個球場超過百年 這個看台呢 將近百年 局長 本區想請問你 這邊我們有沒有指定為歷史古蹟 這邊有沒有指定為歷史建築 這邊有沒有文化資產 有還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指定有文化資的身份 為什麼會沒有 為專台灣為一個本球的這個課題 居然沒有文化資身份 為專台灣一個最完整的這個本球場 居然沒有文化資身份 局長 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歷史 我來給你看看後面的這個商品 這個商品 就是古蹟蹟的商品 來繼續還有另外一種 這是古代三甘店 是英空最快的繁榮的所在地 因為過去了 一些十歲都會激動在這裡 甚至是日本人 還沒來的時候 他這裡就有蹟蹟的功能在這裡 三甘店暫停是英空地區 最快的繁榮的所在 三甘店出很多人 過去英空鄉的鄉長 包括詹文吉 包括九峰爐 他們都是三甘店人 所以三甘店是因為過去 飛鴻的歷史 出很多人 那他是怎麼能出很多人 因為商業區嘛 因為是這樣 因為湯匆在那裡嘛 日本人在通在台灣的時候 港澳日本農業台灣 港澳日本農業台灣的狀況是怎樣 就是他派很多農業的人材 來到台灣這裡 當然是農業的人材在哪裡 就是北海道嘛 現在的北海道大學 就是盡情的雜坊農校 他們所有農業的人材都在那裡 他們找什麼人你知道嗎 他們找一個克拉克博士來教他們 這個克拉克博士是什麼人 這個克拉克博士啊 是美國人 是美國人 為什麼北海道的人找美國人 來創辦這個農校 因為北海道的地方非常地看見 他們議員應該是要合襲 美國的這個開放模式 所以說他們找克拉克博士來到這裡 我們告訴他們要怎麼經營 從舊舊東那時 日本第一流尖端的農業人材 都來自這邊 當他們取得台灣第一個殖民地的時候 他們也要派最優秀的人材 來到台灣 來到台南 來到山坎店 就是這個湯匆的所在地 我們看過一張 你知道這三回合嗎 我插播一下美食 這是北海道的湯咖哩啊 這個湯咖哩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衛生局長 你有沒有吃過 沒有 沒有吃過 沒有去過北海道 你可以考慮去北海道吃看看 這一家湯咖哩在北海道大學旁邊 非常有名 我保證沒有染收 我來講一下 我們台南有四十一個業者的染收 去公園合將點名的四十一個 就要那一件申請 從上禮拜三你來公佈下來 你們都不理不睬 到整天我就來許科長說 許科長說 啊應該有去查 哪有 人家就說沒有 昨天晚上我總質詢來問他還是沒有 到前天我問他 他說他應該有去查 他會查看看 到現在還沒有跟本席回復 你會有跟本席回復你清楚 公關很重要公務也很重要 這個湯咖哩為什麼克拉克博士 為什麼要給這些學生吃 因為他感覺做農場 除了地是以外 要有體力 從頭到尾就是他 才發明出來 所以你北海道這道料理非常之有名 除了給孩子吃東西 身體的擁健 他還引進了一個東西 就是飯球 米國禄在那個時候 引進飯球去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糖球的人知道怎麼說飯球 他們來到我們這裡的糖球 不管你叫我頭糖球 還是三甘點糖球 都有飯球中 局長 我們的棒球是從這邊來的啊 所以說三甘點糖球 他真的是 美國 日本 台灣 這三個地方 歷史的一個脈絡連結起來 最重要代表性的球場 你居然沒有文資身份 你不會覺得很寒嗎 局長 你認為本席如果要求你 黨塊把它直接指定 有沒有可能 跟議員報告一下 議員今天拿出來 我想我們會請委員去會堪一下 了解一下 確切去了解這個球場的年代相關的形勢啦 因為我們也有委託謝博士 曾對我們台南的棒球史去做調查和研究 所以我想這個檔案 我們會做會去處理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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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常常來漏氣 我是在求進步 重點是求進步 後面我們再看看 我們從歷史的脈絡來看 我們如果從空間的角度 我們再來看 再看看 來 亞太棒球村 再來 好 台史博 好 再來 三甘點糖 鹹水 鹹水客的政法 是亞太棒球村 是亞太棒球村 是市長要搭著 棒球三市 會很重要的一個工廠 未來 我們可以在那裡 骨盤國際比賽 未來 我們將來 可以在那裡練習 連發 還有台史博 國家建設裡面 什麼東西有水平 坐落在我們台南 這是我們台南洋的幸福 再來 德華有三甘點糖醬 如果說你把它保存之外 還不夠啦 本席認為 應該把它覆應 就是類似像市長同樣的主張 富裕成色一樣 富原成色一樣 把它富原起來 富原起來之後 就參加一個我的博物館一樣 富原起來以後 它還可以當練習場 富原起來之後 可以見證台南百年 棒球歷史的這個城市 是從這邊發展起來的 是從這邊發展起來的 這博物館 都博物館 局長 所以我說不論從歷史的脈絡 從空間的連結 三甘點這個棒球場 因為是修飾給我們台南最好的禮物 特別 我們現階段 我們是以文化 文化歷史 我們是以文化歷史 來進出生計成功 另外市長 又加一個棒球三甘點 剛剛好 這個三甘點的這個 棒球場 如果復原 既能 又能結合文化歷史 又能結合棒球城市 兩甘剛才合作會 這樣有漂亮嗎 市長 你跟我們不敢說 這個部分 我覺得議員剛才這樣論述 我也很認同 不過我還是去做現場 整體的了解 可能這樣未來 整體要開會比較有辦法 我接下來問市長 市長 這一個如果球場 能夠復原成功 市長 我們又多一個機會了 什麼機會 我們就有機會去北海島 跟雜坊市 簽訂為姊妹市 我們就有機會 再去日本 我們就有機會 看林局長要吃湯咖哩 那不是這樣 局長我想聽聽 請多謝貴議員 我們要用心 去研究 我們台南的棒球的歷史 要提出這些政策的經驗 我們如果有法度 有歷史 棒球的歷史 跟新的 棒球的亞太棒球村 結合起來 開始是很讚 很漂亮 這點我是非常敞感 阿布里高 在這個行 時尚 三間店這個棒球場 我們就委由文化局 業局長剛剛所提到的 讓他去進行 請這個審議小組 迅速去看 然後把結果報告再報出來 我想這樣 因為不是市長 或是局長說可以就可以 我們有一個體制 去進行 市長你跟我們這項 董事長的建議 比較高 坦白說 你今天的節省非常精彩 謝謝 感謝 現在可以繼續我們討論 我還有一項要建議 第二就是說 三間店 我要跟你說明一下 我們英公的鄉親 關心這個案件鄉親 知道 就是說我們這個 含這個 台藤的交換 土地交換 我們這項他們是同意 但是他們的 計算的基礎 跟我們計算的基礎 不一樣 他不是用現主席的 他現在用現主席的 伺計去計算 我們在政府是 準備說 因為你這個 還沒開發嘛 計算應該 不像周邊的計算那麼高 所以計算差六倍 現在說不好 但不理會 土法教育武通的時候 已經跟外做公園了 還是幾個 這個土地一旦外做公園 就算說台藤 繼續擁有這個土地 他也沒有人變形 但是這不是一個 很好的做法 我們跟外做公園 我們台南市政府 會跟台藤繼續說 我們希望他這個土地 可以交我們台南市政府 來好幾個月 一旦台南市政府 有好幾個月的時候 不只是 我們的身材可以恢復 包括你說的那個棒球場 如果 我們的 古蹟的小組 去看後 認定是屬性 我個人也輕鬆 把這個棒球場恢復 好 謝謝 感謝市長的贊助 市長 其實我後面還有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 有一個我的法務館 有一個現階段的法務館 還有一個新的棒球場 這三項都可以結合做會 不過當時 你所建議的那時候 也要生一個棒球的法務館 那時候你最想要放到哪裡 放到亞太棒球村 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你如果這個時候 如果這樣吃 你就立宿幾立宿嘛 運動幾運動 不如這個場域 就把它坐落在山坎殿堂場 這個棒球場會更有生命力 會有更有歷史的連結 而棒球場 棒球的這博物館的 陳列方式 我真的要打 文化球場 強烈的建議 我去東京巨蛋看過 東京巨蛋那個門 是非常靜態陳列 這些 都是宜物展 那就是古早的 放在那裡而已 沒有一個動態 沒有一個互動 所以本時呢 建議你應該採取 軟體銀行 在福岡棒球場 跟棒球博物館的方式 接下來你看一下 這個王臻志博物館的方式 非常的生動活潑 接下來 看到 它這個是場景之一 看到董事的時候 看到董事的時候 人家如何銷棒球 看棒球的 房間 那個房間的場景 都表現出來 所以活生生的 讓你感到活動 就是感到現階 就是才能挖一個 博物館 我也期待 這個博物館 將來可以跟三間店 結合合作為 局長 這個部分才麻煩你 再跟市長 還有府會之間 再進行溝通 請坐 接下來 剛才有市長說的 市長 現在我要問 我們都發局的局長 剛才市長說到這樣 是 有沒有可能使盡任何的方法 三間店這個 拿回來 你有信心嗎 有啦 這點其實 雖然說 在公開電燈進行 雙方因為這個價值的 價值 談不攏 但是我們 我哪是貫徹這個做法 先把它劃公園 那事實上 最近還有繼續在談 我想 我們會在這段期間 趕快把這個部分 趕快跟台湯達成一個共識 你所中還有一張完牌 你的完牌坐在你的前面 台糖的董事 我們秘書長 他坐在你前面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秘書長都有在 跟台糖的總 有台糖董事的身分 再加上秘書長之職 再加上市長的政治行情 你再辦不好 這就漏氣了 是 這點我們其實 都要持續在談 如果辦不成 我看 那個秘書長 可能要辭掉台糖董事了 聽到沒有 好 接下來我做一下總結 本期這一段的這個總結 就是希望市府 能夠將山坎店糖廠的 棒球場跟看台 把它列為文化資產身分 並朝向恢復全台唯一的 糖廠棒球場 我們感謝市長的這個採納 另外 這個山坎店的一個 秘書館要快去拿到 把它設置成一個文化 生態公園 第三 就是山坎店的糖董事 可以來設置台南棒球文物博物館 甚至包括山坎店糖廠 包括史博館 包括未來的亞太棒球村 可以興興一個 這個棒球立宿的這個文化 這點是本身這階段 主要的建議和訴求 好 表面 時間的關係 接下來 我們下一頁 市長 這一題是考古題 本席在1345的市政中心的質詢當中 在下一頁 不論是針對我們市中心的東移問題 或者我們遺漏了一個真正最大的一個金雞蛋 還是我們11個開源的可能性 以及不要讓邊緣化一題干擾到新市政中心的設置的問題 我連續在七個會期當中討論了四個會期 但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吳局長都對我發佈說 好 這個用排除的方式 這英空就不可能 如果永康可以先排除的話 那其他不是都可以先排除了嗎 那麼從2011年的年底 吳局長的全部都要啟動 說新市中心的整個 吳局長 本身再多來請教一下 經過多久了 從2011年底到這個時候 你算一算都要多久了 是 我們其實這個 中要三年了呢 有 也開始有三年了 我再給他做報告 以過程中我們把這個相關的區位 還有上次跟您報告 新市政中心所需要的規模 還有建築的形式 其實我們都有做很大的討論 那現在大概分幾個重點 就是說在都市計畫區內 跟在非都市土地 它各自有各自的一個開發的一個困難 我是說啦 市長我講過嘛 請你規劃嘛 已經快三年了 你也講了嘛 到底這裡整個好還沒啦 這個詳細的部分 因為剩地點的評估 我想地點的評估 最後我們會跟市長做個陳報以後 會來做個宣佈 你有一個選址的過程嗎 是 還是先告訴市長說 這個最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市長 做比較詳細的報告以後 你有沒有可能公開的一試 還是來做選址的過程 或者聘請審議委員會來審議 或者是直接來市政會議決定 或者還要交到議會來 程序上你也說清楚一下 跟議做報告啦 因為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議員也都有關心過 所以只要大家關心的地點 我們都會納入評估 但是會先跟市長做最後的報告以後 所以說你已經準備好了就是了吧 你該做的幕僚作業都準備好了嘛 是不是 這三年已經有夠了嘛 都有做了一些相當的研究 那我接下來要請教市長一下 市長 我知道上海 本會議員董事務要請教 你這件絕對不會說嘛 不會說沒有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也在進行當中 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市長 我到整天 去電影拜訪砲台時 人家在我問 說新市長中心理哪裡 我說市長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好 我們在進行當中心都不知道 但是 這樣還會有最重要的問題 市長 你說你要後一天再說 對不對 因為看這個 現在我們在規劃的旗程 恐怕要到下一屆才有辦法 對 如果是下一屆的話有四年了 你是第一年還是第四年 你是第一年的上半年還是下半年 還是第四年的上半年下半年 你也跟我說一個回憶 我們會盡速 盡速 盡速可以以第一年來公佈做目標 因為這實在對地方來說 發電視台太重要了 我們會盡速了 以這個為目標可以嗎 我們會盡速 因為我也要看看我們各局處 就是說各位議員的指教 還有社會的台南市各界的意見 然後由我們市政府相關局處來推動 那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要盡速這樣 這太重要了 我們市長的好消息 這是你成就台南市 非常重要的一個中台港町 我也希望你在立書當中可以留名 市政中休息在你手上 整個月完成的 市長你請坐 謝謝 在這最後的這個時間 我要來感謝代表英空 新市的選民 來感謝市長 和國局處處長 你本身迎來 幫我到三天到幾市 包括幹部局長到消停 你英空增加兩個公佈 包括2122 包括本市所政策的 市長所動議的 包括盛學錄的開辟 還有包括75項 以及本市積極在推動了永康物轉中心的公辦重劃 三爺公司 上誘的經濟工作和中誘是相關 不管是萬代求那也好 還是上誘 680 6872萬 大灣白水港町 和爆發建國的白水港町 這都受到 我們起伏的這個集齊 百多錢 不夠20的小孩 這麼百多的 可以辦全國 社區哨瓣的比賽 市長非常收聽 未來請市長 繼續三天 當時我們也感謝市府 岸井的五百節 不管是農業的觀光旅遊局 為這個選法 以色告英空 已經當時一行過了 今年會再進行第二年 這第二年 我們也希望可以越辦越好 最后呢 本身在這裡 感謝各位的收聽 那希望呢 我後天 還有機會來這裡 直順各位 我們也希望大家 有機會讓我直順 先祝我們夏市長 歌票動選連任 在這裡也邀請大家 九月二百合 九月二百合 最后的九點二百分 小弟的競選總部要成立 也邀請電視機 頭前的所有的市民朋友 共同來參與 感謝我們大家的感謝 謝謝 謝謝 你比較有信心的 好 你比較有信心的啦 小鬼要給鬼 三星書座都要去你 你也比較有信心的 還不知命的 都要去你幫你搭 這位一定會過的啦 好啦 謝謝 謝謝我們賴市長 還有陳部市長 一起主管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到這邊 三位